第3名 完全無常無懸念 一點都不意外 摩羯 天啊 其實土象根本應該要三個全部排在這一盤 真的齁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一點 對 我們的土象三兄弟 摩羯座 第3名 摩羯座基本上跟所有的土象星座一致 摩羯座在很多方面他都表現出他吉祥的控制日 不管是在工作中還是在愛情上 他喜歡佔據一個主導的地位 他會有一個tempo 有一個規劃 他希望一切都照他的條例框框來進行 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跟摩羯座講完 你會覺得說 聽你的就好啦 都跟你講就好啦 都不用問我沒關係 對啊 可是摩羯座對於自己的另外一般是非常照顧 而且我覺得摩羯座是很貼心的 是屬於貼心 但是他不是那種掛在嘴巴的那種貼心 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做 對對對 他比較默默 然後你如果說是要那個 來跟他爐或是什麼 有時候他也不是故意不理理 是因為他沒有接收到你的那個聽話 他不太懂得講什麼 喔原來如此 對啊 所以感覺是比較那種腳踏實地型的 比較腳踏實地 對啊 所以我覺得跟摩羯座交往也是蠻不錯 蠻穩定的啦 不要安全 如果要喜歡安全感的就是要找精靈 找標準 而且他又可以讓另外一半很有面子 唉唷 喔 是一種普查啦 喔 對啊 感覺摩羯座的男生 他們對事業上會 會隨著他的年齡的增長 跟資歷增長會越趴越高耶 對啊 因為摩羯座他對於自己的人生 他是有個規劃的 我到幾歲到什麼時候 我需要在什麼狀態 我進入這個公司 我要在什麼位置 這個一切都是想好的 喔 OK 唉唷 真的很不想要先耶 不是一就是二 哇 真緊張 真的假的 第二名 康克老師 第二名是處女座 哇 耶 大家看起來都還要揮手 嗨 恭喜 就是我就是我 第二名這個時候突然覺得好像當第二名還蠻開心的 還好不是第一名 還是康克老師你本來是第一名是處女座 對我想說也是激戰的一番 喔激戰的一番 是不是想想 喔算了主持人是艾莎姐好把我排第二名好了 哈哈哈哈 不會啦 或是狂人排前面我覺得也沒有一定很不好 這表示說你對生活的很多很多安排啊 你都是把它交付的 無畏不至 都有tempo 沒錯 對啊 處女座呢 他對於生活 他有一套自己的條例啦 他可能會照著自己的這套規矩去要求別人 但他固定會這樣要求自己 是嗎 嗯 不好說 但其實他 其實他他自己還是會照著這個地方 當然喔 但他對別人 尤其是對他親近的人 他就這樣 啊 鎖定門喔 鎖定門喔 鎖定門 有時候在生活上是蠻強勢的 對於很多我們 很多小細節 他是不會爭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比如說假設我們要做 我要從另外一半要掃地好了 那可能回到家剛好某個地方有一個小止血 沒有注意到 我可能覺得喔 他都已經掃了地了 我幫他剪吧 處女座可能就會覺得說 啊掃地 有掃嗎 有掃嗎 那為什麼這邊有回事 那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好好把它做好嗎 為什麼要做一半呢 是不是 對不對 沒錯 對然後我也請他來 在這邊再掃一下 對 你如果叫他爭一隻眼閉一見 他會覺得渾身不對勁喔 無法 真的耶 其實處女座他也不 人家說處女座有截屁嘛 其實不一定是截屁 其實說他一定是會有他的規矩啦 對啦 有時候有的他會去規定你說 喔進到家裡來呢 第一件事情 鞋子一定要脫哪裡 那襪子要放哪邊 襪子放在這一欄 衣服要放在那裡 真的咧 我家就是這樣咧 那襪子就是一個小案子 因為襪子怎麼可能 怎麼可以跟衣服堆在一起 對 所以說我真的是準備兩個來子 洗衣服還會分開有沒有 襪子自己洗 然後什麼內褲自己洗 真的咧 內褲一定手洗不會丟洗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 對啊 準準準 所以呢 就是這種我們很多星座覺得 芝麻蒜皮的小事 實在處女座的顏值非常重要 對 因為其實魔鬼就是藏在細節裡 對 能不能夠成功就是看這裡啊 那一處 我覺得你說這個控制狂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啦 我滿想要這樣子被照顧的 真的 感覺那個處女座住在一起 就是我家就是會很乾淨的 超乾淨的 好 我家人幫你處理個 好看很透明 欸 可憐啦 什麼話啦 小念一下這樣子 好囉 來接下來喔 揭曉我們的冠軍 Turton 冠軍第一名是誰呢 OMG 天蠍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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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恭喜啊 第一名喔 天蠍座 就是我們的天蠍座 在愛情當中的控制狂第一名 好 天蠍座對於另外一半呢 就是 你的一切我多想知道 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 不管是什麼層面 不管是什麼面向 工作 學業 家庭 一切一切的細節 我都要知道 唉唷 連你們家的狗是什麼星座的 然後什麼時候去打過預防針 他可能都知道 天蠍座也沒有說很難交代 你就是把你的事情到老實實的 他交代清楚講清楚 你就沒事啊 對啊 那希望你的生活裡面要 充滿著他 這對他來講 是一個讓他安心的表現喔 了解 對阿就可以獲得滿滿的安全感 你最好呢 對於天蠍座 就是有事沒事刷一下存在感 刷一下存在感 對 他們就會感到安心 感到放心 對 他的酷酷的跟manman的 好像跟獅子座 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獅子座不會酷酷沒人的啊 獅子座通常就是 那個一群人裡面 屬一屬二草的那一個 喔喔喔喔喔 沒有 還是要看星盤 還是要看星盤 對 對阿 那些座呢 喜歡控制自己的另外一半 越在乎就越忍不住控制 有時候他自己會覺得說 我這樣好像有點 我也知道我這樣有點over 但他就是 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要做錯 他不一定會直接的管你 但他會偷偷的在暗地裡觀察喔 他會想方設法的去 想要知道你現在來的幹嘛 哎呦 男女天蠍都這樣喔 偷偷的小型就被定位了 哎呦 哎呀 注意手機有沒有被他偷偷定位 有時候就是 龐超色姐講一些有點酸的話 喔喔喔 沒有啊 對 去啊去啊沒關係啊 我就自己再加 我就再加二就好了 沒關係你去 對啊 其實十二星座還有 呃 我們還有一個十三星座叫蛇夫座 我覺得他也是控制狂 可以排在可能在天蠍座的前面 這樣喔 特質蠻類似的 因為他有天蠍座的感愛感恨 這樣子那個愛恨的分明 了解